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找五娘有事嗎? 我幫你通傳一聲 自家姐妹, 住一間屋也要通傳 你走開 不是, 大娘, 我們五娘剛剛… 大娘來了 你這個死丫頭, 你想通通報信 別拉住我, 走開 大…大娘? 年輕人, 為什麼這麼沒記性? 我不是跟你說過要什麼, 告訴那些丫鬟 我自然會找人送出去給你的 沒有, 因為急著拿兩件衣服 剛剛身邊也沒人, 我就自己進來拿 你一寡婦房間自出自入幹什麼? 沒廉恥?快點出去 出去, 被人看見你, 你不醜, 我也醜 是… 大姐姐 你不用說了 我… 我什麼都知道了 五妹, 我們如今寡父 不像以前官人在這麼自由 你和年輕人這麼親密 背後被客人看到 你說他們會怎麼說呢? 其身不正, 其令不行 你要那些下人怎麼服你呢? 今天我就當沒見到 你要自己立志, 幫官人爭氣 我…我在樓上拜神 姐夫去貨倉找衣服而已 不過有什麼事? 姐夫, 今天什麼風吹你來呢? 我們做梅人的, 無事不登三寶殿 是大娘叫我來帶春梅姐出去的 你老人家就憂怪我多罪 大娘說春梅姐串通你老人家作弊 跟陳姐夫通姦 她叫我帶他出去埋了他 就是了, 免他為虎作殘 屍嫂, 你…你看我們兩個條命多苦 官人死了幾天就拆散我身邊人了 大姐姐自此身邊有個兒子 就不當我是野 你平兒的兒子養了一年也保不住 他從事都不值陰德 春梅說老爺曾經修容過他的 誰知道修容 那死鬼將春梅當心肝寶貝 說一句聽十句, 拿一件就給十件 大娘, 正經老婆跟她說話, 她也沒這麼聽 那這樣大娘就不對了 老爺收容過的丫頭 送她走連雙籠也不給一個 叫她兩手空空就出去 被人看見也不好看了 什麼? 她…她說衣服也不給帶一件走 是呀, 大娘吩咐小玉姐跟我進來 叫她看著不准帶人走 真…實在太過分了 五娘, 你幹什麼哭呢? 奴家走了之後, 你要好好保重 老爺, 千萬不要哭毀身體 你病了, 到時候誰可憐你 老爺隻身出去, 就隻身出去 自古好兒子不論爺田地 好女兒不論嫁妝義 五娘, 你不用管我大娘胡說 春梅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 門上不門下 你老人家拿她的衣箱出來 選最好的兩件給她 叫屍嫂拿著她出門口 當是逼她留念也好 多謝她服侍你老人家一場也好 是的, 郝姐姐, 當然是你有仁意 如今世界, 誰可以保證一輩子無事 我和春梅原本都是女兒出身的 肚死胡悲, 密相其女 我和你媽, 好吧 春梅, 你日常用的貼身衣物手巾 又不值多少錢, 你把她拿掉吧 好了…這兩件上等零來衣服 麻煩你和她包著, 拿著吧 我這只是小事而已 還有…這幾枝朱柴 還有這支戒指, 我都拿給你了 五娘…不用了 你拿著吧 小玉所說的, 還是留個紀念也好 春梅姐, 這兩支衣服我除了下來 你也帶上去 雖然不是什麼好手工 但是旁下身也好 五娘, 春梅, 笑玉姐 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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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們要好好保重 陳姐夫, 你找老伸何事啊 師嫂, 我家春梅姐 如今是不是在你樹呢 是就是, 不過春梅姐她一表人才 周守秘老爺今早又派人來問過 說想要娶她過去, 貪她很生養 那你帶我進去, 我有些事想跟她說 姐夫, 你不要害老伸 你大娘千丁萬粥 說叫我不要讓春梅姐跟你見面 如果讓她知道 我日後還用上西門家賺錢 你還是扯吧 師嫂, 這裡一兩銀, 你拿去喝茶 我身邊沒帶多少錢 將來我再多謝你 這樣嗎? 將來再多謝就不用了 老伸去年年尾就在你當店 當了兩副舅花浸頂 連本帶你也要百錢銀 你拿出來給我吧 這些小事我明天拿給你 姐夫, 你們不要談那麼久了 不然待會周守秘那邊知道 就壞了春梅的前程 對, 他好呢? 姐夫, 你好啊 我們兩主母被你害得不生不死 出生醜了 好姐姐, 你也能出他的家門 我猜自己也不住得多久了 薛嫂說跟你說成了嫁給周守備 也算是一個好機會 我打算回去東京找我父母 使人和大娘拿回當日寄存的財物 如果他不給 我就一張訟紙告到官門 只剩一拍兩散 春梅姐、陳姐夫 這裡有些酒菜,你們隨便吃點 算是戰別,只是不要坐太久就行了 好姐姐,我實在不捨得你 真是怨氣,我先出去 大娘,春梅那個丫頭 雖然賣了出去 但是陳經濟還侯著我們藥財店和檔店的生意 潘金蓮的淫婦還在家中 恐怕他們來一個女應內陷 夾大師徒 我們幾個守寡的女人 以後都不知道靠什麼過日子了 是呀是,不過陳經濟始終是我女婿 雖然她老婆是過世的正室所生 但是如果我要趕她走 未免對不住老爺 大娘,說話就不是這麼說了 嫁出去的女兒,又要潑出去的水 有什麼事,她當然是幫回老公的 我們不顧她那麼多了 照你們看,應該怎麼做呢 以我來說,就一不做二不休 我們找一天,引她進來後院 埋伏好一群人,打她一身 馬上趕她走 然後就叫皇婆回來 賣賣潘金蓮的淫婦 這樣就一天都光光了 這些人,留她在我們家中 遲早連我們都懷疑了 這樣啊 陳姐夫,大娘說有重要事跟你商量 只會叫你放下公事,進來一轉 我沒所謂 又是她自己說叫我不要進後院 她來了,關門 關門 你們這群女人幹什麼? 一個一個拿著棍子在雪 學人打工夫嗎? 陳敬濟,當初你家招惹了官非 留夜跑來投靠我老爺 一個皇帽小子,是臉青口唇白 我老爺當日收留你,還教你做生意 想不到你亡恩負義,做出這種醜事 什麼?當日我帶了多少金銀世縣過來 又幫你們家裡做工 你以為我白吃你嗎? 亡什麼恩負什麼義? 大娘,別跟他說那麼多,先打開她一身 好,你們動手 快點,快點,快點 小心,你們不要像人多 好,停手,還不停手 好,我脫了一條褲 來…打… 你傻,你又不能傻 對呀,算了,今天西門家不能用你了 我用代安跟你出去 你跟副長鬼交代清楚數目 回去東京找你的爹娘 走就走,我放牆雙眼看來這群孤兒寡婦 好得多久 走… 黃婆,所謂一客不凡二主 當初潘金蓮是你帶進來的 今天找你來,就是想你帶她出去 嫁人也好,做奴婢也好,都隨得你了 我官人不在,哪有這麼多閒米來養這種閒人 賣多少錢都隨便你 我拿來幫老爺上香就算了 大娘,你老人家當然不稀罕那些錢 無非都是想脫了一場和害,是不是 我知道應該怎麼做了 不過這樣… 怎麼樣? 當初我經手的時候,她有一個衣箱 坐了一頂繳進來的 你少不免也要給一頂繳送她走才行 衣箱我就不要她了 繳就無論如何都不能讓她坐 黃婆,我們大娘一時火遮眼才會這麼說 臨走的時候,少不免也願意讓她坐繳 要不然拋頭露臉,會被街坊取笑的 算了…總之趕快帶她走 我官人死了多久?如今要趕我走 我圍過什麼非,做過什麼大禍 是你呀,你叫大姐姐來跟我說 金蓮,拜託你不要裝聾扮啞 各人做過什麼,各人心知肚明,是不是 金蓮,你又不是不認識我為人 花言巧語對我有什麼用 你紅杏出場不止一兩次了,是不是 是呀 孫嫂,你跟她說,有風不要洗盡你 我…我請就請 我請她穩穩陣陣做她的大奶奶 是呀,林老千萬不要出錯 你這個丫頭,嘴唇怎麼也不肯放過人 三姐姐,我被人逼得很慘 傻丫頭,別哭了 千里達長棚,豈有不散之言跡 我這裡有些衣物修飾,是我帶來陪嫁的 你拿去留個紀念吧 他日若果嫁了哪戶人家的 就使人來跟我說一聲 奴家有機會就去探望你 我跟你總算是一場紙會 官人一向,三天少一人,兩天馬一共 若果我有機會,我也不會留在這裡長久 三姐姐,還是你最有我心 像相機一顆米時 你蓋得好嗎? 天你誰呢? 你住什麼? 姓長,不凡在這裡 dre空但不是的 這裡必頓和帶反過來 aspects獨自的 我來找你 找我?你找我甚麼事? 千萬別這麼大聲說話 讓你娘聽到, 我們就沒得玩了 三更半夜還有甚麼好玩? 不如明天先 傻瓜, 有點事晚上才好玩 讓潘阿姨教你 看不出來, 幾年前你還是個黃毛小子 我搬走了幾年, 你已經像個大人一樣 阿姨, 我今年十五歲而已 不過因為幫娘搬麵粉 所以就長得高大一點 我就是貪你長得高大一點 阿姨, 你幹嘛在這裡搬點解帶? 我叫你不要太大聲了 你不用動了, 讓阿姨來教你 幫你試過之後, 每晚都要來找我 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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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你房間那邊怎麼整天吵吵吵吵吵吵 害得娘已經被你吵醒了 沒有… 貓在這裡抓老鼠而已 你能整天都是這樣 真是臭貓 只剩下一點麵粉在房間裡 這樣也不放過 兒子, 沒什麼事, 你早點睡吧 我知道了, 娘 不過我也要等貓捉完老鼠 才可以睡覺 快了…就快捉完了 這麼喜歡偷吃的臭老鼠 被貓咬死牠就對了 好, 今晚金瓶梅 大家叫做陪毒 就有文杰華和陶杰和大家說一下金瓶梅 她各種的觀點和趣味 加上她那個文藝的手法 好像女生的手法 金瓶梅呢, 金瓶梅裡面有幾個女人的情節很豐富 既有春梅, 孫雪鵝, 孫雪鵝, 孫雪鵝 每個女人都有戲 包括這個皇婆和潘金瓶在內 當然 對, 孫雪鵝, 孫雪鵝 很高高, 裡面說到這個孔梅, 也加入了大澤 做這個四妻 也是受三兒太陷害的 當然他們也有一些… 譬如春梅和潘金蓮相當好感情 成為一黨 對, 黨派之爭 沒錯, 孫雪鵝和吳月亮似乎是另一陣型 對, 吳月亮經常聽孫雪鵝的意見 或小報告 逐個逐個西門慶樓下的妾 都離開了大家庭 為何女人會這樣分開兩黨呢? 我看是因為跟潘金蓮春梅後來者有關 而你看金平梅這麼久 吳月亮和孫雪鵝 他們兩個人的性格有相似之處 就是這兩個是武實派 孫雪鵝和吳月亮這兩個 是在家裡抽鎖匙的 還有他們是不得寵的派 不得寵的派 所以你要看看在政治鬥爭裡面 我們在中國, 在四人幫時期 這一派, 一個叫孫雪鵝, 一個叫吳月亮 他可能代表周恩來, 葉劍英 這些穩健派 而本金蓮和春梅腳步浮浮 沒有來實際就代表江青, 姚文元, 張春橋這一類 還有眼神, 太過浮流 沒錯 而且你提得很好, 令我們想起 其實我們經常說傳統的女性 怎樣被壓迫都好 他們一定會有一些渣渣 或者一些權力的位置 才可以平衡到一美成為受害者 都不可以, 每天都會起義革命 例如你拿著大抽鎖匙 或者一個管廚房 我們知道孫雪鵝就是管廚房的 大小的飲食, 西門慶去邊房吃飯 但今晚的飯菜就是他決定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頭 這些才能安頓他們的生活 否則長年像手生掛一樣 沒錯 這個概念也挺難的 所以中國的妻妾文化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進了這個豪門 就是一進豪門深似海 你最重要是要建立一個地域 一個地域 這個吳月亮身為大婆 即是靜室 這個地位無可取代 這個孫雪鵝的地域是一個廚房 他是那種破柴敵米的那種人 他亦都有一個地盤 反而潘金蓮、春梅這些後來 只是靠一招床上公 沒有實權 實權有無都不可以說沒有 就是聖都是一個實權 但是這個聖的實權相對來說 是比較浮動一點 是的,如果你得到這個男人的歡心 你知道西門慶是一時一樣的 是,沒錯 所以不能夠穩定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西門慶過生之後 這個大婆吳月亮 其實就是決定了所有的粗生殺之權 沒錯 誰可以留,誰可以留,誰要走 而趕走的方式在這一回裡也有注意得很好的 就是用買賣的方式 賣走這個春梅,賣走這個潘金蓮 連這個孟玉樓都後來將它趕走 沒錯,這一回我們看到這個叫吳月亮 在這個西門慶死後 是一個大家庭裏面的 當然權力繼承者 他在手上運用權力 亦都是用一個錢字作為一個手段 是的 還有他定價 譬如說去賣春梅 他說好了 因為他很討厭春梅 他似乎收到資料 就知道他將這個 陳敬濟和潘金蓮拉在一起 是中間的 沒錯 他生氣起來就賣了它 用什麼價錢呢 他說他原價就16兩買回來 我現在就原價賣出去 就是說打回原影 空身而出 連衣服都不讓他戴 沒錯 所以由女人的眼光來看 會不會女人整治女人特別 尖酸黑薄 手段特別狠毒呢 我也同意你 其實很多這些鬱結和怨毒 在粵語長片裡都出現得相當多 這個在傳統裡 我們看看這個金瓶梅的記者 原來真的有一個淵源 有一個傳統來的 這一回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情節 就是這個西門慶死後的 潘金蓮的孝婆守不到寡 是 始終都要勾引這個皇婆的兒子 叫黃潮兒 他其實看中黃潮兒的什麼呢 原文記載就說 他長成一條大漢 還沒有這個妻室 經常在外邊睡 那種姿勢和新軀體吸引了這個 這個就是想起這個茶泰萊夫人 喜歡了一個圓丁 是不是 可能這些皇潮兒是勞動人民階級 別有一種粗獷味 所以女人來說 對於性 潘金蓮也是爭取一種性的自由 在這裡 和聖約主體 沒錯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文建華和陶傑 和大家共賞金平梅 在這裡說一聲,再會 再見 金平梅第三十一回 文建華陶傑主持 姚秀寧監製陳七編劇 並且由車心梅 華夫、史年寶 羅嘉玲、夏永恩 張碧妍、譚翠蓮 雷懷賢等聯合播出 現在已經以播放完畢 文建華陶傑主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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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